真千金我当逆了 我逃了 我把我爸外面的私生女找回来顶替我 我假死 可他却真想置我于死地 他不知道的是 那家我是真的想离开 后来他跪下求我把他换回去 可这回就算我想换 他们也不答应啊 我爸外面的女儿不少 苏瑶是其中一个 他以为瞒得很好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苏瑶跟我同岁 又是跟我同班 他总是喜欢酸溜溜地讽刺我 说我不过就是头胎头的好 一出生就是千金大小姐 还说像他这种出身普通的平民 怎么努力都追上我这种人 可他追不上我 是因为我也一直在努力向前奔跑啊 既然他这么羡慕千金大小姐的头衔 那我免费送给他好了 我趁我爸喝醉 拔了他一柳头发 又挑了几根带毛囊的装好 我连同一万现金一并给了苏瑶 让他找地方做亲子鉴定 苏瑶不明所以 以为我侮辱他 苏瑶 你什么意思 有钱了不起啊 我在心里翻白眼 有钱就是原罪 我把他摔地上的东西 重新塞回他手里 这是你的豪门通行证 也是变成真千金的敲门砖 苏瑶一愣 眼睛一转向是想到什么 转身就跑了 还别说 他那滴溜溜的大眼睛 跟我的简直一毛一样 晚上 我躺在柔软舒适的大床上 心情从没有过得舒畅 整整计划两年 我终于要摆脱这个 窒息到要命的家了 苏氏集团看着外表光鲜 那里却有数不清的龌龊事 我家不止龌龊 还很变态 到处撒肿的爸爸 控制欲极强的妈妈 极端风批的哥哥 超雄基因的弟弟 而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维稳计 他们宣泄不良情绪的唯一途径 就是折磨我 可这些外人都看不到 甚至还会嫉妒我 苏瑶就是其中一个 他嫉妒我穿得好 吃得好 学习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 大排衣服下 是我遍体鳞伤的身体 每天三顿昂贵的补药 我当成饭吃 学习成绩稍有退步 就会被关小黑屋 从打击时起 我身上的伤就没完全好过 我也从来没尝过小蛋糕的滋味 更别提奶茶火锅螺丝粉了 我三岁时 就因为一手古诗没背下来 就被关进小黑屋一整晚 从此 我就对黑暗封闭空间无比恐惧 而随着我长大 我所面临的更加变态 我试着报警过 逃跑过 可最后都是徒劳 而换来的 则是更残忍的惩罚 我不认命 我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尽量避免每一次伤害 我要忍着 艰难的忍下去 忍到时机成熟 忍到终于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 七日后 苏瑶激动的找到我 手里的鉴定报告对到我脸上 苏黎 这竟是真的 难怪我妈非要我姓苏 临死前还说我本该是个富贵蜜 原来我竟是苏氏集团 流落在外的真千金 苏瑶过了兴奋进 眯起眼睛死盯着我 苏黎 天上不可能掉免费的馅饼 你到底什么目的 我本来也没把她当傻子 这是换作是谁都会质疑 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苏瑶想回苏家的决心 你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咱爸外面的女儿有的是 我转身 就被苏瑶拦下 谁说我不愿意了 我只是怕你耍我 苏黎 你当真愿意跟我换 当真愿意 永不反悔 不过 你想顺利回去 就得听我的 苏瑶没在犹豫 当即回去做准备去了 我早就准备好 就等着苏瑶进苏家大门的那天 我没让苏瑶拿着鉴定结果 去公司找我爸 我把苏瑶直接领到我妈面前 妈 她是我爸在外面其中的一个女儿 她亲妈死了 无家可归 我妈对于私生子早就见怪不怪 以前都是用钱打发 这次不同 这次这个是我亲自领进家门的 苏瑶把手里的亲子鉴定 轻轻放在茶几上 我妈看都没看 苏黎 你把她领家里是谁的意思 你爸想让这个私生女上咱们家的户口本 苏瑶忙连连摆手 说自己绝没有那个企图 妈 她是我的好朋友 又是我爸的女儿 她现在无家可归了 所以 我妈拧着眉头 所以 她不是来认祖归宗的 她只是暂时跟我住 高考完就让她拿钱滚蛋 我趁我妈要开口钱又补了一句 您最好答应 不然我不保证我的好朋友 会不会去集团闹事 让她尽量别出现在我眼前 就这样 按照我的计划 苏瑶顺利住进我家 苏瑶与我同吃同住 我让她配合我的计划 尽量不要出现在家里人面前 可很快她就被奢迷的生活迷了眼 苏瑶从前过得不算苦 可跟在这里的日子是绝对比不了的 半山腰的别墅 私家园林 豪车接送 就连家里的佣人都配了车 苏瑶自从看到我的衣帽间 她眼里的极度再也藏不住 苏瑶 你从小到大过的都是这种日子吗 中东公主都没有你奢迷 其实我一直都很低调 这些东西除了必要场合要穿戴 平时我都不碰 苏瑶打开我的手势柜 一件一件摸过去 我们都是爸爸的女儿 却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真是不公平 她拿起柜子最中间的那条钻石项链 戴在脖子上 我戴好看吗 像公主吗 门外有佣人经过 我凑近她耳边压低声音 别忘了 我们事先说好的 你要是不配合 立马就给我滚蛋 苏瑶摘下项链 放回原处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同时留着苏家的血液 她怎么会愿意 再回到从前的生活 苏瑶开始有意 在这个家显示存在感 她开始以苏家二小姐的身份自居 她让佣人为她单独准备菜系 让司机接送她去学校 早没了刚进家时的怯懦 我警告她三次 她不听 既然她自己作死 我就认她做 苏瑶背弃我们的约定 有意在这个家里 讨好我的家人 我爸架不住糖衣炮弹 终于啃正眼瞧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私生女 我爸盯着苏瑶看 你妈妈照片有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是谁的女儿 苏瑶拿出手机 里面有一张老照片 是我爸和他妈的合照 原来是她 不过你长得不像你妈妈 你跟苏丽一样 像我的地方多 我确实遗传了我爸的基因 苏瑶也是 在学校时 就经常有人 把我和苏瑶认作是姐妹 那时苏瑶总是冷嘲热讽 说她可没那个命 跟我是姐妹 我爸向来对女人 和私生子的态度 就是不负责 给钱可以 必须一次性买断 可能是苏瑶 跟她长得像的缘故 她对苏瑶不反感 反而还要我照顾这个妹妹 苏瑶得一急了 每天姐姐姐的叫我 包括在学校 她也一口一个姐姐 同学们很快知道 我们是同父一母的姐妹 她这个苏家千金 在学校比我高调多了 苏瑶下足功夫 了解苏氏集团 她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来讨好我爸 我爸喊给了她一张 附属卡当零花钱 我妈平静得很 当做没看见 苏瑶以为 这个家里是我爸说了算 我妈也要顺着我爸的心意 可她猜错了 我妈表面越温顺 接下来的动作就越狠 我爸从结婚那天开始 就被我妈牢牢操控在手里 她躲不掉 所以她唯一的报复方式 就是到处撒肿 以此来羞辱我妈 可我妈的手段没力多了 用钱直接打发走 那些阴阴厌厌和私生子女 而且这些人拿了钱 都乖乖滚了 没一个赶在出来闹事的 可苏瑶不同 她不仅住进了我家 还管我爸叫爸爸 我爸回家的次数明显增多 我知道她是在 故意地用苏瑶气我妈 因为苏瑶的自以为是 我不得不提前计划 苏瑶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我爸对她越来越满意 甚至已渐渐超出 我这个从小养在身边的女儿 每年暑假 我爸都会以我的名义 发起扶持贫困生的慈善活动 可今年 我爸竟然把苏瑶也带上了 今年考上大学的贫困生 比每年都躲 流程结束 我都会跟哥哥姐姐 交流一会儿经验 今年也不例外 我虽然不认识她们 但她们都知道 有个老总的女儿 每年坚持资助 想要读书的学者们 我从不适从而教 勤恳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这一届哥哥姐姐 知道我是下一届的高考生 传授我不少学习经验 一旁的苏瑶打断她们 你们就别操这个心了 苏黎就算考不上好学校 随便捐两个教学楼就能上了 她指着外圈的一排女生 她跟我们这种人可不一样 她根本不需要你们努力的经验 刚才融洽的气氛 瞬间尴尬起来 尤其是那些女生 瞄完我又瞄眼自己 然后闪到一旁都不说话了 我自觉没去 想要离开 苏瑶却拉住我 不让我走 姐姐 你别生气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你就像高高在上的救世主 根本不懂得 我们这些靠着施舍生存的女孩子 内心有多卑微 我 我怎么就高高在上 我生在有钱人家是事实 可我才是被有色眼镜看待的那个 无论我怎么做 别人都不愿意承认我的努力 就像刚才 那群带我亲近的哥哥姐姐 就因为苏瑶的三言两语 便对我心生芥蒂 她们围在苏瑶身边 苏瑶冲我挑衅一笑 刚才那个还真诚感谢我的女生 此刻 她正故意压低声音 但又让我听得真切的声调问苏瑶 瑶瑶 那你回到苏家之后 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吧 苏瑶眼圈梳得红了 我相依为命的妈妈走了 能回到爸爸身边 我很知足了 姐姐才是苏家真正的千金 我不能跟姐姐争这个 后面他们低头凑在一起小声嘀咕 还诚实地用不愤的眼神看我一眼 既然这么看不起我 就不要受我的资助吗 真是吃大哥喝大哥 回头还要骂大哥 回去的路上 苏瑶在我爸面前 故意说起他今天和受资助的学生相谈融洽 爸爸 那些贫困生说 会在各大平台宣传我们苏氏集团 爸爸你看 他们感恩的小作文写得多好 我爸还真地拿过苏瑶手机看了一会儿 瑶瑶 你这玲珑的心思 还真是像我年轻媚化 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 当爸爸很有成就感 姐姐这么优秀 她才是爸爸的骄傲 只是今天 姐姐有点不合群呢 下爱心的同时 也要学会为爸爸分忧 我眯起眼睛 死盯着她 苏瑶故作惊慌 姐姐你瞪我干嘛 你该不会是生气了 想赶走我吧 我扭过头 苏瑶可是我费尽心思请回来的 我怎么可能会赶她走 只是这一切她都不知道 我爸嘴角的笑意更浓 她对这个跟她一样 喜欢演戏的女儿满意极了 车窗上的倒影 我嘴角上扬 我对现在这个结果也满意极了 苏瑶在家里只看我爸的脸色 我妈她都不放在眼里 就更别提我这个姐姐了 在我爸的纵容下 家里的庸人都得看她脸色 我妈对她越来越客气 可我却看得心惊胆战 总怕我的计划还没进行到最后 苏瑶就嘎了 我不能让她现在就嘎 我得救她一回 苏瑶不再满足与我同吃同住 她想跟我平起平坐 当个真正的千金小姐 我的衣帽间被她占了一半 首饰也被她挑挑剪剪 搬到她柜子里不少 直到有一天 苏瑶盯着我妈脖子的宝石项链 安姨 您这条项链可真眼熟 不会是X国博物馆里的那条吧 我妈今晚出席的场合很重要 压箱底的首饰都翻出来了 那条项链是拍卖会上花大价钱拍回来的 就为苏氏集团夫人冲冷面的 我妈今天心情不好 看苏瑶的眼神是出自骨子里的瞧不起 苏瑶刚养出来的贵气 被我妈无情击碎 她骨子里的自尊 让她第一次在苏家口出恶言 我妈看她 野鸡 又看我 凤凰 我 苏瑶 苏瑶受了刺激 哭着跑回房间 没一会儿 苏瑶再次作死 她发了个朋友圈 暗讽豪门不能兼容普通阶层 我觉得时机到了 我当天晚上就把我妈的那条项链 藏放进了我的手势柜里 最显眼的位置 透过玻璃的反射 那条项链更耀眼了 苏瑶果然不负我所望 她竟把那条项链带到了自己脖子上 我出现在她身后 故意大声尖叫 苏瑶 你在干什么 你居然偷我妈的项链 那可是我妈最宝贝的项链啊 佣人听到赶忙跑了过来 要知道 平时我妈的东西 都要按照特定顺序整齐收纳的 别说我妈最宝贝的首饰被偷了 就是被换个位置 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佣人吓坏了 求苏瑶把项链小心地摘下 我妈文生也过来了 衣帽间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 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除了苏瑶 苏瑶被当场抓包 阿姨 我一进来就看到项链摆在那里 都怪她太美了 我才忍不住是戴下 苏瑶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妈的脸色越来越黑 我妈一把拽下项链摔到地上 她用尽全身力气 甩了苏瑶一耳光 下贱的东西 滚出这里 苏瑶半边脸迅速红肿 眼里垂着泪不敢反驳 我没想到 我妈会摔了项链 本来想为苏瑶求情的话 卡在喉咙间说不出来 我本来只是想让苏瑶低调点 别影响我的计划 我妈动怒 没人敢劝 苏瑶也被我妈的怒气 压迫的不敢说话 她捂着脸一直哭 又不敢哭出声 只是在一旁乌页着 我很怕我妈这时把她赶走 那我的计划就完了 好在这时 我爸回来了 我家也只有她 敢给我妈生气 她把苏瑶拉走 还警告我妈 别再动她心爱的女儿 我妈冷冷盯着他们 可苏瑶好死不死 竟挑衅的对我妈笑了 不过危机暂时化解 苏瑶能老是一段时间了 我得计划继续 苏瑶开始频繁出现在我面前 我发现 她在偷偷观察 我的一举一动 我们本来长得就像 只是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同 所以差异有些大 苏瑶来这有段时间了 养出不少贵气 现在 她又将我的神态 学了个七七八八 有时她学的不像的地方 我还会找机会 多在她面前演示几遍 如果我们换上同款衣服 再化妆装饰一番 不是熟悉的人 很难分辨出我们 就是这个仿装 必须要有人用心教 我请了一个 国内出名的化妆师 和李一指导 化妆师是我的一个同名好友 我特意交代 她把苏瑶打造成我的模样 苏瑶特别积极 一堂课都不落地雪 生怕耽误她成为真正的千金 苏瑶还在化妆师的专业建议下 趁假期做了微调 我也没闲着 尽量让自己从里到外地 向苏瑶靠拢 开学第一天 我们俩穿着同款校服走进教室 同学们都惊呆了 以前觉得你们只是长得像姐妹 现在一看 简直就是孪生姐妹啊 我同桌憋了半天才小声问我 怎么才一个假期没见 你就变得查理查气的了 查理查气 转变得这么成功 我想尽一切办法配合苏瑶 可用钱堆出来的气质 她模仿不来 我只好模仿她的小家子气 我对现在的结果很满意 我爸对苏瑶的转变也很满意 时常带她参加一些宴会 我妈对我保护苏瑶很不解 她连带着看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狠利 我直觉 我妈在憋大招 在她出手前 我必须合理地离开并消失 可我没想到 我妈提前把我哥和我弟接回来了 那两个可怕的东西 我一想到就会浑身发抖 我质问我妈 为何要现在把他们接回来 本来之前说好的 在我高考结束之前 就让他们住在临世郊区的别墅里 我妈眯起眼睛冷笑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 情绪失控 妈 我也是你的孩子 为何偏偏对我这样 我妈又露出那种眼神 很难理解 因为我的孩子 只有你跟我不像啊 我宁愿你不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我死死咬住嘴唇 不让自己哭出声 可最终还是软了下来 妈 求你了 我就快高考了 我妈像没听到我的祈求一般 冷漠走开 我回到卧室倒在床上 双手抱毙把自己全缩成一团 那些黑暗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上来 我哥是个极端的风批 他只比我大一岁 可从我有记忆起 我对他只有深深的恐惧 他从小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更是从出生 就作为家族集团继承人培养的 可没人知道 他私下到底有多可怕 他疯起来 会想尽一切方法折磨我 让我哭 让我痛 让我恐惧 最开始我还会找爸妈求助 可我妈好像早就知道 我哥会那样 他根本就不管 甚至还纵容 我爸还会说我哥两句 只是他很少在家里出现 后来我发现 我越告状就被折磨得越狠 我学会了咬牙挺住 再后来我弟出生了 他是个带有超熊基因的宝宝 我妈不顾家族反对 执意把他生下来 我弟很小的时候还好 破坏力不强 只是比别的孩子长得大而已 可随着他长大 身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强 他每天不把能量释放 光是不会安静睡觉的 所以他每天在家 从早到晚地折磨人 我弟是不敢折磨 我妈和我哥的 他也会害怕 他出生后我爸就更少回家了 所以我爸从来没见过 他破坏力惊人的一面 家里的庸人遭了殃 换了一批又一批 只有我 无处可逃 折磨我这个亲姐姐 成了他每天最大的乐趣 我白天上学 他就安静地待着 积攒能量 到了傍晚 他会守在门口 等我回来 我知道这一回告诉我妈也没用 我把牙咬得更紧 死死挺着 身体上的创伤 我能挺住 心理上的疼痛 却是不能磨灭的 即使是现在 我看到他们 还是会不自主地腿软发抖 我只有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学习上 等待有一天 能离开这里 我得计划 按照预想的方向再进行 本来很快就要成功了 可我妈竟把他们 提前接回来了 我哥和我弟回来这天 我故意磨蹭 好晚才到家 我深呼一口气 推开门 姐姐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又跟校外的男生出去了 苏瑶坐在我哥旁边 一脸坏笑 我哥侧头腻向我 我下意识地心里一领 我没有 哥哥你看 我就说姐姐不会承认的 弄得好像我故意冤枉他一样 我不知道 苏瑶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我哥刚回家 他就跟我哥这么亲近了 我在我哥的注视下 回到自己房间 后背都是冷汗 苏瑶也跟进来 苏黎 听哥哥说你们两个关系极好 可我已经回苏家了 以后哥哥也是我的哥哥了 我皱眉 为他的无知和愚蠢感到悲哀 苏瑶以为我不满 让我等着转身出去 我哥还是来找我了 我垂下眼帘 装作乖巧的模样 我哥聊起我垂落在脸旁的发丝 扯到我耳后 我感觉到头发一阵发痛 不出意外 那一缕头发应该被我哥生生扯下来了 我没感动 我哥又去扯我另外一遍的那缕发丝 我才离开家多久 你就这么不听话了 我欲哭无泪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受伤 我扑通一声跪在他脚边 哥 我很听话 是苏瑶乱说 他说他只是太喜欢哥哥了 想做哥哥的新宠物 他就是嫉妒我 我哥按在我头顶的手拿开了 果然 我的这番话起作用了 我哥蹲下歪头盯着我的眼睛 仿佛想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答案 我眼皮都不敢抬一下 我哥笑了 他可比你乖多了呢 就是不知道弟弟喜不喜欢这个新宠物 我在心里冷笑 弟弟一定会喜欢的 因为苏瑶刚给我发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弟弟甜甜的叫着他姐姐 他还发了一条信息 说以后不光哥哥是他的 就连弟弟也是他的了 我猜不透 我哥为何对苏瑶和颜月色 就连我那个一暴怒的弟弟 也跟苏瑶极为亲近 我在苏瑶看不到的地方 默默承受折磨 只等高考结束 可临近高考 我却出了意外 这天我做职日 同组的人做完 先行离开 等我出了教学楼 天已经黑了 我从小受过刺激 怕黑 偌大的校园里 只有稀疏的路灯 发着泛黄的光 高三教室 在校园最里侧最安静的位置 走到校门口要好几分钟 我平复情绪 超近路向门口狂奔 可刚穿过漆黑的操场 在一栋楼的拐角处 就摔倒了 我感觉出来 刚才有一股强劲的力度 扯住我的书包 我远远摔出去 不用看 我的胳膊和膝盖 肯定摔破皮了 我忍着痛 勉强站起身 一个人影冲到我面前 上来就捂住我的嘴 我吓得拼命挣扎 嘴里呜呜的 发不出呼救声 我被推到墙角 腿上的伤更疼了 他贴近我耳边 这里的监控坏掉了 我劝你别乱叫 乖乖听话 还能少受点苦头 这声音好熟悉 对面的人松开我 我大口喘气 偷偷看她 是许燕 校外的一个小混混 经常在校门口 等我们学校的学生 我跟她没有任何的交集 每次路过她身边 也都是匆匆一去 但我们学校的人 几乎都知道她这个人 而且 她跟苏瑶曾有过一段过往 后来在苏瑶拿到 亲子鉴定的那一天 就把她甩了 一个集团千金小姐 怎么可能跟她继续交往 我确认她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假装没认出她 问她到底想干什么 许燕点了根烟 猛吸两口扔到地上 配合我拍几张照片 我就放了你 否则 我就把你打晕扔到 郊外大桥下的流浪汉窝里 我听完心里已经 学校前阶段刚出过市 我们年纪的一个女生 有天晚上独自回家 路过那座桥 她飞快的脚步 升经醒桥下的流浪汉 就被抓到桥底 然后听说她回家就自杀了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从此晚上放学校园门口 总是有很多家长来接孩子 许燕看我半天不出声 知道我怕了 她要求我配合她 拍几张情侣热恋中的亲热照片 我不肯 我猜到这是苏瑶受益的 苏瑶在我哥面前造我的黄瑶 还想照片做事 许燕恼了 抬手甩了我两耳光 我被突如其来的力道 扇到耳朵嗡嗡响 他妈的真麻烦 许燕没了耐性 一手举着手机 一手按住我的头就要亲 我在黑暗里失了力气 正脱不开 这时许燕手机响了 是一条信息 苏瑶发的 我清楚地看到信息内容 做了她 十万块 她可还是个厨呢 便宜你了 许燕看我的目光逐渐热烈 二十万 不 五十万 许燕 我知道是你 我给你五十万 我盯住她的眼睛 五十万 我不让你做违法的事情 你只要帮我三个小毛 我打开手机 给她看银行卡里的余额 十分钟后 我离开校园 我回到家时 苏瑶正坐在客厅等我 她看到我凌乱的头发和衣服 嘴角勾起 姐姐刚才的表演可真精彩啊 我边看视频 边为你鼓掌呢 苏瑶走近我 姐姐 我要是你就直接去死了 哪还有脸回这个家 你说哥哥看到这个视频 会是什么反应 他那么完美的人 会不会嫌弃你 我觉得苏瑶的脑子 一定是坏掉了 那是我亲哥 而且是一个疯起来 就折磨亲妹妹的疯批 所以 她到底是要争什么 我一声没出 准备回到卧室整理自己 苏瑶不依不饶 扯着我的衣袖 继续刺激我 如果我今晚真是遭遇那种事情 此时一定会被她 羞辱的跳楼自杀 我甩开她 回了房间 反锁上门 刚锁上门 手机就响起提示音 是苏瑶 她把今晚的那段视频 撰发给我 还配了一个得意的表情包 我没理会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把重要的证件封存好 藏进书包夹层里 做完这一切 我躺在床上 计划接下来的是 手机屏幕一亮 是许燕的信息 我家瑶瑶加钱了 让我这回做掉你 紧接又一条信息进来 也是50万 苏瑶竟想要我死 我已经如她的愿 被许燕祸害了 她还不肯放过我 我想起她无意间说过的话 彻底想明白 她到底想干什么 她想取代我 她并不满足回苏家当二小姐 而是想完完全全的取代我 成为苏家真正的大小姐 我 许燕 同样是50万 你自己决定 许燕虽然不学无术 但她不傻 同样是50万 苏瑶让她做的 却是犯法的事情 对方信息很快回过来 虽然我家瑶瑶说 愿意陪我三个晚上 不过我还是选择跟你合作 放下手机 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脏 快跳到嗓子眼 我只是想假死脱身 可苏瑶却真的想置我于死地 既然她想成为真正的我 我成全她 我消失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可我消 尸的消息并没有传出去 苏氏集团大小姐失踪这种事 必然被瞒得死死的 许燕告诉我 我爸向学校给苏瑶请了假 苏瑶则在苏家的授意下冒充我 此时的苏瑶一定在笑 因为我让许燕 把我死亡的消息隐晦地告诉她了 许燕跟我说 苏瑶的五十万她也收了 看在钱的份上 她可以多帮我做一件事 不违法的那种 我让她把我早就准备好的一套备用证件 送给苏瑶 这回苏瑶确信 我是真的死掉了 许燕说 苏瑶一高兴 又给她五万 她说她可以给我打个九折 免我五万 我看着另外一张银行卡的余额 五万我真的不稀罕 但许燕的好意我还是领了 我藏在许燕家的小破格楼里 备战高考 走最后的冲刺 我从来没住过这么差的环境 可比起以前在家受的折磨 这都不算什么 高考那天 我早早地守在考场外 我让许燕拖住苏瑶 等看到我冲进考场 再让她进去 苏瑶冒充我 当然是带着我的证件 进我的考场 我按照考号 坐在座位上 深呼吸 等了这么久 这一刻终于到了 一切就要结束了 我终于快要能离开这里了 滚开 这是我的座位 头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我抬头 微笑 苏黎 怎么是你 你不是死了 苏瑶惊觉失言 忙看向四周 我把手里的证件袋扔给苏瑶 这是上回让许燕送证件 他顺手把苏瑶的给偷回来了 你要是快点跑 还能赶上第一场考试 我拍拍证件袋 姐姐贴心 早就帮你打印了一份准考证 苏瑶黑着脸 拿起东西跑了 再不跑 是真的来不及了 我集中精神 准备这么久 真正上了战场 不能掉链子 第一场考试结束 我是被许燕带着一群兄弟 护送回到他家的 我不担心苏家对我做什么 毕竟我这个真正的大小姐 学习成绩一直拔剑 我考得好 对苏氏集团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而苏瑶自从进了苏家 连努力都不想努力了 回到阁楼 午餐早就准备好了 家常菜 很普通 却也是我一直向往的味道 我可不给你加钱 许燕信心秒回 吃吧 不收钱 我想明白了 我得感谢你 不然我走上犯罪的道路 那真就是一条死路了 许燕问我要不要看苏瑶 刚发给她的一大堆信息 我回了两字 不看 我的手机一直没开机 不然我也会收到苏瑶的信息 高考终于结束 最后一场从考场出来 我直接在许燕的护送下去了机场 我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 道了句谢谢 我谢谢她那天放过我 即使她是为了钱 我也谢谢她帮了我好几个忙 即使我付了她钱 后会无期 再也不见 我当着许燕的面 拉黑了她 许燕也拉黑我 冲我白白手 走了 天空真蓝 白云真白 我坐上飞机 俯瞰下面的地面 终于彻底结束了 真好 我的家人并没有找我 因为有人取代我 成为他们的新玩物 这个新玩物会喊痛 会反抗 更有意思 他们当然舍不得新玩物 脱离掌控 而我是死是活 已经不重要了 我到了早就选好的新城市 一下飞机 手机就不停地响 真吵 看来我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办一张新的卡 电话我一个没接 都是苏瑶打来的 她发了无数信息给我 我一条没回 我还没来得及 办理新的手机号 就有一通陌生号码打进来 想了几次 我终于接起 苏黎 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求求你 救救我 我们换回去 好不好 你才是苏家真正的大小姐 是苏瑶 我也猜到是她了 这不是你费尽心思 不惜弄死我 才得到的吗 再说 我们早有约定 你可不能反悔哦 手机那头传来苏瑶交集的声音 别挂断 求你 苏黎 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们都是变态 你爸只会利用我冒充你 你哥生气了 就要包我的皮 做人皮股 你弟更可怕 每天都要折磨够我才去睡觉 你妈更是变态 她把我当成你 只要我稍微做错一点 哪怕出门没先卖左脚 她都要发疯 苏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姐姐 求你了 我们换回来吧 我冷笑 这会想起来我是姐姐了 她当初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 怎么就忘了呢 苏瑶 只要他们愿意 我可以换回去 不然 你去问问他们 听筒里传来苏瑶绝望的苦喊声 我挂断电话 取出手机卡 扔进下水道 这次是真地告别了 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坚韧不拔鼓掌 我活着挺到了心声 全文完